好,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上這個R遠程式設計導論 這是我們第一節上課 那我們的這個 就是 我們的這個上課的講義 全部都放在這個 我的個人網站上面 如果你要找到這個上課講義的話 請你搜索我的個人 我的這個名字 比如說我叫林青 好,我們搜索一下 說實話應該第一個就是了 因為這個 可能不完全因為林青 是所有林青裡面最有名的 那這個 你可以看到右上方有個Menu 然後這邊有時候看內容 然後今天是R遠程式設計導論 請點課連結就可以看到了 非常配合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反正每一屆課都會錄影 錄完影之後這邊會有 那有時候會錄影失敗 或是要沒聲音或怎麼樣 沒失敗那個人用去年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上 Iron程式設計導論 那在今天開始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堂課主要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以及什麼評分 然後這個 最後我們希望你可以做出什麼 這樣子 好,那 這堂課最重要的 這堂課最重要的核心目標 是訓練大家 學會程式設計的邏輯 不是說 雖然說我們用的是R語言 可是這個R語言 只是一個媒介 最重要的是這個 呃,程式語言的這個 設計的核心邏輯 好,你們現在可能會講說 這個R語言這聽起來就像學英文啊 對不對,那學英文 你現在跟你講說學英文 然後這個英文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邏輯你們聽不下去嘛 對不對,程式語言跟這個英文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程式語言齁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如何用手中有限的工具 把這個 把這個複雜的工程給實現出來 這件事情我希望你們 了解我在講什麼 你們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這電腦全部都零一跟一組合成的嘛 對不對 那他能夠做的事情顯然很有限嘛 就是 要嘛就是加法、減法、成法、除法等等這樣 那你的電腦 你現在看到這個Windows介面這麼的複雜 對不對 你的GUI介面 都是前輩的工程師 花了很大的力氣把這些系統建構起來 所以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由最原始的材料來構建 你們必須先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這堂課的前 八節課 前八節課 總共你們只會接觸到二十個以下的函數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只會教你們二十個以下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想成 呃 比如說這二十個功能裡面有加法 但是沒有成法 可是我要你們實現成法出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明明就只會加法 但是 我沒有教你怎麼成 可是加法是可以組成成法的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我們 前八節課 大概都在訓練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會有什麼 非常大的什麼G loading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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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就是 你可能要背什麼二十 這個 每一節課要背什麼 一百個單字 類似這樣的啦 好 這是不需要的 好 所以前八節課在做這件事情 理論上啊 這個前八節課過了以後 你練習題如果 都 就是 也不會做到 你應該就學會如何組 如何組 的這些函數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9到16克主要在做什麼 這個時候啊 就是 你已經熟悉了 如何 親手 打造 輪子 比如說 你要做一台車子 你學會如何發明輪子 好 可是啊 實際上 很多東西 前人已經做過啦 對不對 你現在要做一台車子 你有必要這個 真的 自己重新 從這個 這個 這個 重新從這個 橡膠開始取啊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輪胎搞出來啊 然後把輪框也搞出來啊 對不對 沒有必要嘛 沒有必要從練鐵開始嘛 對不對 雖然我會練鐵 但是沒有必要練鐵 因為 輪子 去市場買就買得到了 對不對 所以 從9到10克開始 會接觸很多 新的 函數 可是這些是不用記的 你只要知道 輪子要去哪裡買就可以了 這些上課的獎益都是open 你隨時都可以回來看 好 到期末的時候 你們會 你們應該是有能力寫一個個人網站 應該有能力寫一個個人網站 而你們的 你們的這個 期末 期末 就是這堂課唯一的評分 就是你的期末 交出來的網站 我只要你交一個網址出來 等一下我在上課的內容中 等一下 那個進練習題的時候 我會秀一下 學長姐的這個 過去的網站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大概 我網站大概有分幾個等級 好 如果說 你的網站 跟上課範例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 你可能 就是 實在是一個字都改不了 你就只有辦法把上課範例 複製貼上 然後把它弄上去 這樣大概80分 那你如果 根據上課範例做些 簡單的modify 從簡單到困難的話 大概會 80到90時間的時間 就是到你改 一樣還是基於上課範例 可是你把 比如說兩個上課範例的網站 把它組合成同個網站 那這樣可能可以拿個85分吧 那 如果在組合複雜一點 可能可以拿到90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90分以上你需要做什麼咧 90分以上你需要用 你需要用到上課 建構的網站以外的範例 因為 我會告訴你們 在網站上面 很容易可以搜索到 別人 已經建好的網站 甚至它是有公開程式 你如果基於這些 繼續往下改 那你就是90到100分 那 100分的條件是這個樣子 是 你必須要 擁有 這個 就是你必須要這個 呃 想好 就是 你這個東西是真的有用的東西 就是 我看 不管 這個 不管這個東西 是什麼用途啦 舉例來說 之前 你們學長姐 有寫過這個 羽球的 羽球社的這個 社團網站 那個社團網站 看起來也非常陽春啊 對不對 啊上面也很有 就是上面 有一些我看不懂的 年輕人的這個 這個 這個話語啊 比如說這個 戰鬥力多少啊 這樣子 那這個 或者是有人做什麼 心情溫度計啊 你們有沒有寫過心情溫度計 有沒有寫過心情溫度計 有人去每天記錄自己的心情溫度計啊 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 要組電腦的時候 搞得跟原價屋網站一樣啊 就是 這個 選了什麼 就多少錢 選了什麼 多少錢 然後怎麼組合起來 類似這樣子啊 好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大概就是100分的網站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 簡單介紹完 然後等一下我會給大家一些例子 來看一下就是 大概 主要說 100分 大概過去那些網站 大概都什麼樣子 好 那 所以 這堂課 最後你應該是可以寫出一個網站 而且是互動式的喔 不是像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靜態的 對不對 互動式的網站是 你現在點了之後 它可以有一些event 然後後面可以去做些事情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上 這個第一課 好 那第一課我們來 首先啊 這個 我們一樣啊 這是第一步還是要先安裝 這樣子 那 我不是 那個 因為這是 之前我看 我們很多人可能說這個 記憶學習有可能 反正這堂課 開始 是不是先安裝 所以啊 這個 反正我們就先把這個過程完成 那怎麼安裝呢 一樣啊 你到這個R園的官方網站 點這裡 超連結 你可以到 這裡可以得到這個 到這邊download的R 好 然後你隨便點一個 點第一個可以 然後你這邊 根據你的作業系統 去下載 適當的 這個 那個 安裝包 好 比如說Windows的話 Best就可以download了 那如果是Mac的話 我們來幫大家點一下好了 Mac的話 在這裡喔 Let's release 不是 請不要點這裡喔 大家很多人都直接看第一個超連結 就點了 好 就是類似這樣 那應該是沒有Linux啦 好 安裝完了以後 我們可以到RStudio的官網 下載一個 東西 這個 下載 這裡 Install RStudio 把它下載一下 好 這個 這個我就不下載啦 因為我這件事情我早就做過了 好 那下載完了之後 你的 安裝完之後 你在這裡你會看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R R 我們來看一下 欸 這個是安裝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直接打開RStudio好了 打開RStudio之後 你會看到這樣一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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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之前用過的 你剛開始 你剛進來的話 只會看到這個樣子 好 然後你在這邊就可以打程式了 1加2 好 1此類推下去 好 我們所有人都先到這一步好不好 就是你的畫面 你的畫面至少要到這一步 你畫面到這一步 然後我們再來開始跟電腦交談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先把畫面還給大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R語言要怎麼用 好了 我們這個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節課 前面會教得非常非常慢 因為你要確保你完全理解每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這個 最開始的時候請你先點開 右上角這邊有個加號 你點一下 這邊有Rsql 你會打開這個畫面 我其實蠻建議就是大家上這個課 在自己的筆電 因為你以後你要寫什麼網站啊什麼的 你鐵定要 你鐵定是不可能在電腦教室裡面寫網站的 對不對 你是要花多少錢 你是想要住在電腦教室裡面 是不是 那不可能啊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帶自己的筆電來 然後 特別是 你帶自己的筆電來的時候 當我現在把題目幹走 然後正在示範的時候 你同時也可以再打字 好不好 好 你加了這個R語言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在上面打這樣的字 1加1 好 點這一行按RUN 在下面就會自動出現答案了 這樣可以 所以 當你看我的上課講義 看到 這樣的一個框框的時候 代表的是 它是 程式語法 請你好不猶豫 直接用貼的 貼上來 好 然後 你可以這樣RUN 你在下面是不是有看到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邊 這個上課範例的話 他到底想要跟你講的是什麼 好 第一個 四則運算 這個你一定會嘛 對不對 好 你們有沒有人不知道電腦的加減乘除 分別是哪些符號的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好 成法就是這樣嘛 三 在阿圓裡面一樣適用 好 這個 如果你把三移到前面也是一樣 三層 這樣可以齁 好 那中間你說有時候有空格 的時候沒有空格 這個不是很重要 指數啊 指數用這個符號 就是 六 六上面那個符號 如果你要用 你要打指數你也可以這樣打 十二 兩層號 那出來的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所以說 阿圓你現在打開它之後 他首先 他現在可以當個計算機來使用 我們先記住這件事情 不過 這其實並不是重點 我們來看下一步 下一步才是重點 好 阿圓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叫函數 函數是什麼勒 在數學上 你聽到函數的時候 你應該就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要 丟給他一些input 然後他會產生一些output 中間會經過一些運算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這個函數在阿圓裡面 他意思啊 完全一樣 丟給他一些input 經過一些運算 產生output 但是這個運算啊 可能 這個運算可能不單單是數學的 就是說 喔 就是只有加減乘數啊 或是什麼 這些 數學式這樣 他可能是 丟進一個東西之後 然後進行一些排序 或什麼之類的 出來的結果 出來的結果 這樣子可能也算是一種運算 這樣可以嗎 就是 丟給他input 出來output 好 所以說 這個 那在阿圓裡面 這個函數有什麼特性呢 函數的特性是 小括號 你只要在阿圓裡面 看到小括號 然後前面 小括號前面 有一些 英文字 或者一些 你中文字也可以 只是 很少會用中文字 好 那 就是 代表它是函數 這是一個函數嗎 這邊有小括號喔 但是這是一個函數嗎 這不是一個函數 因為這個小括號前面沒有英文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exp 小括號 這樣就代表 這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名字叫exp 那它的input是什麼呢 它的input是什麼 呃 我們這個不知道 可是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函數的功能是 負責自然指數預算 以自然數為 以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油拉數為底 然後這個 比如說 2 出來 這個就是 1的2次方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然後 SQRT SQRT是 square root 這個就是 開根號的意思 開根號就是 3嘛 這樣可以 好 LOG LOG可以 LOG LOG9 欸 LOG9 這個底數是多少 這看起來 這看起來應該是 底數應該是自然數 就是 這樣可以 底數不是10 那你如果要換底數怎麼辦呢 你要換底數 你需要 豆點 這是我們學到第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 可以 在這裡 增加一個 額外的 參數 小括號裡面 如果你 一個 函數想要輸入 多個參數的時候 請你用 豆點去分解它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這個 這個 呃 所以就是 9跟底數 然後它產生出來是2 那你也可以不打這個BASS 好 它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它知道第一個就是放這個 呃 我實在也不知道那個位置的數叫什麼數 啊 這個要取LOG的數 啊這個 那個後面第二個參數就是放底數 那 你會說如果我沒有打 為什麼它還是會 答案你可以出來 因為它有個Default Value Default Value就是1 它底數就是1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這個是 函數 就是 首先我們第一個 就是 你在學習這個R元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接觸到的是函數這個概念 好 這個幾乎所有的程式語言都會有函數 這個 呃 我們 但是R元是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以函數為核心這樣子 那 其他的程式語言 有一些可能是以物件為核心啊 或其他為核心 但是R元它很特別 它是以函數為核心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 呃 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三個函數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記喔 你需要特別記的函數 我 我等一下 只要看到我都會跟你講 你可以試著 把它抄下來 為什麼咧 因為 前 八課 前方蘭課 就是上半學期 我只會就教那麼 20個函數 然後 這20個函數可以完成所有 你全部的認識 跟我要做的任務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所以 所以你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它就在這個範圍內組織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抄下來 那種東西 如果 我跟你講很重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呃 這個等號啊 等號它也是一個關鍵 等號它的重點就是啊 這個 我要把 右邊的東西 右邊的東西 2×2×3 這顯然就是一個 運算 運算式嘛 對不對 它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12 12 我要把它傳送到 左邊 的這個物件 所以我 這樣子打 就會產生一個X 這個X 我把它print出來 X就是12 因為它把這些東西 傳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打 你可不可以這樣打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從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 X這個X 雖然說X現在其實是有東西的 可是你 你沒有辦法把它傳到左邊這些東西啊 這東西它沒有辦法來記錄東西嘛 它是一個式子 對不對 它不是一個物件 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 注意喔 它是有非常標準的合適 printer是可以 這個printer 你要把它打printer都無所謂 所以printer不是一個核心函視 我們一樣省略掉 好 那你可以直接對 這個物件進行運算 因為你X就是12啦 所以你就把它當做是12好了 那你要除以4也可以 你要平方也可以 依此類推 這樣可以好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下一個重點 來 這個你可以把第一個核心函數記下來 第一個核心函數是C C這個核心函數 C這個核心函數是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把它print出來 xprint出來 xprint出來 12345 好所以C 那我們再來改一下好了 比如說12745 好我們現在來複習一下我們剛剛所學到的知識 我們剛剛所學到的知識是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 它的 小括號 只要看到小括號 這加上前面有英文 這就是函數 對不對 那小括號裡面 你要輸入多個參數 是用什麼豆點去分解它 所以這裡顯然就是你輸入了 12745 總共5個參數進去 對不對 然後把它傳到 然後 經過一些運算 這個運算是什麼 我們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把它傳到 左邊 x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接著你print x這個物件之後 你發現 欸 剛剛那些 東西它其實也沒有任 它 其實沒有做過任何運算 對不對 它就只是把它送過去而已 好 所以其實 C這個函數 我直接跟大家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打包物件的函數 打包物件的函數 這樣可以 打包物件的函數 B的意思就是 combine 的縮小 打包物件 打包這些 數字啊 打包這些東西 然後到一個新的物件的函數 好 那注意一下喔 這個 我們現在講要先開兩個物件 這兩個物件可以直接 進行 加減乘除 好 這個 x顯然就是12345 y就是679810 y-x 你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 來注意一下 注意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喔 z 等於 x y 15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喔 好 我們再看z 好 你看到z 感覺出來吧 他是 先把x丟進來 再把y丟進來 再把15丟進來 按照順序排下去 所以這個c 的每一個參數的input 他也可以是一個物件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請注意c的用法 c這個函數的用法 好 好那我們現在 要來請大家 來這個熟悉一下 這個物件的運算 好 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只教了c喔 我們只教c這個函數對不對 所以 這一題 鐵定就是要用c這個函數來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 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是 請你列出1到10的平方根跟三次方的結合 1到10的平方跟三次方的結合 1到10的平方跟三次方的結合 你的標準的打法是 我希望你們打開 把答案打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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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直接就是 把答案打在這裡 比如說剛剛這裡答案 然後你就這樣子按run 這樣你就會有結果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答案打在這裡 好 問題 這個我想應該不是很難 那問題2 4的告訴我%% 這個運算符號的意義 那 你一下子%% %%他做法是這樣子 比如說1 2 3 4 5啊 %% 然後這得到這個10074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如果一個一個 進行嘗試的話 你不容易總結大量功率 可是如果你可以用c這個函數一次做多種 多個%%的運算 就比較容易總結出多力 好 所以說 我希望你們問題1跟問題2 嘗試一下 我們會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把這一題做出來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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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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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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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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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